我向前再重讲 解圣神异异菩萨 未如理请问菩萨月 从这里开始讲 这一下是举辟语 来表示这件事 分两颗 第一颗说的优序 就是江才念这一段文 下边第四第二颗 是依征广说 依征广说 就是答复这个问题 征是问的意思 分三颗 第一颗是举欲冲说 又分三颗 第一颗是幻识 幻识欲 这里又分两颗 第一颗是总明幻识 又分四颗 第一颗明幻识 善男子 如善缓诗 或比弟子 住市区道 积极草木 积极草叶 木瓦丽等 木瓦丽等 献这种种幻化事业 这是明幻识 这是明幻识 善男子 这是说法的人 招呼问法的人 称他为善男子 如善缓诗 或比弟子 譬如一个善于幻识的人 或者是幻识诗的弟子 会比弟子 这个 比于神们 这个幻识会比弟子 实在就是比于我们的心 世界上一切一切的事情 都是修自己的心创造的 所以这个幻识诗 他懂得幻识 他能够变现出来很多的事情 实在就是比于我们的心 比于我们的心 但是在上面有诗有地子 怎么样比于你 这个诗就比于我们的阿赖耶诗 这个地子就是前六诗 诸诗渠道 积极草叶木瓦利等 这个四通八四通的道路 叫诗渠道 这是第二个 显这个变幻的地点 在这个地方 在这个地方积极草叶 积极木瓦利等 积极这些东西 这是积极这些事情 这个市区道 比于什么呢 就比于我们的石 我们的石活动的地方 我们这个石活动的地方就是 舍受响行 这四个地方 那个五韵后边的石 石是石在舍受响行 在这个地方活动 这个意思 主持续道 这个积极草叶等 木瓦利等 它才能变化 所以我们的心呢 它根据什么来变化呢 就是根据这个业力 这个业力 是比于我们造善业 木瓦利等 比如我们造恶业 我们造善业 造恶业 没有立刻得过报 它就储藏在 这个阿里耶尔斯里边 所以在维斯的经论里边 称它为种子 实在就是业力 种子就是功能的意思 它有这个能力 实在你德国报 现这种种幻化事业 这个幻术师 他依据草叶 木瓦利等 变现出来很多的幻化的东西 幻化什么东西呢 就是相声 马声 车声 布声 摩尼珍珠等 变现出来这个东西 所以我们这个 现前的这一念明了的心呢 它根据 它自己所创造的善业 或者是恶业 就是凭一凭这个业力 现这种种果报 变现出来的果报 这些果报 从什么地方 现出来的呢 从我们造的业力 所以造的业力呢 就是你的心 你的心呢 凭什么造的业力 凭贪心 贪承持慢意 各式各样的智慧 各式各样的欲词 或者造善业 或者造恶业 就是凭这些业力 去得种种果报 这是什么意思 这下面第二颗 前面第一颗 总名换士 说完了 下面第二颗呢 别名换士 所谓相声 马声 车声 步声 这个相声 马声 在评语上说呢 就是军队 相兵 马兵 车兵 步兵 都是有形象的 摩尼珍珠 留的这些 这些宝贝啊 变现出来的这些东西 这上面这个疲语呢 相声马声等 疲语变出来正报 我们这个身体是有情物 摩尼珍珠等 所变现的一报的境界 我们的果报分两类 一个是正报 就是我们的生命体 一个是一报 就是我们赖以生存的这些事情 这是所变现出来的东西 就是由我们的业力 变现出来的果报 这是第一刻 这是第一课 患世患 患世患 说完了 下面第二课 愈者直识欲 变现出来的这些东西啊 都是假的 都是虚妄的 都是不真实的 但是愚者知识欲 这些没有智慧的人 就因为是真实的 真实的是像 马 扯步 真实的是摸尼诸 珍珠 琉璃 种种柴骨 枯杖等 因为都是真实的 在这一段里面分五颗 第一颗明能知音 要诸众生 愚此顽顿 恶会种类 无所知晓 第一颗明知着的音 就是要诸众生 各式各样的众生 愚此顽顿 各式各样的众生 大概分成两类 一个是愚此顽顿 一个是恶会种类 这两类 第一类是愚此 就是这个人没有什么智慧 很顽顿的人 这个愚此 指它的愚此的本体 顽顿是愚此发生出来的作用 这个愚此嘛 所以才发生出来的作用 也是很顽顿的 不是那么聪明 有很多的智慧 有很多的智慧 在这个世界上的人也的确就是这么两类 一个是有智慧的人 一个是无知识的人 但是这两类众生有相同的相貌 就是无所知晓 他们都不明白这都是变化的 不明白这个相生 马生 模拟真主都是假的 他不知道是假的 因为是真实的 无所知 这么意思 这在法上讲呢 就是应该说是寐得无声发言的人 都算是愚此 应该这样说 但是有一点需要再观察的地方 就是接近得无声发言的人 他学习了很多的佛法 也在修止观了 也能调悟烦恼了 但是还没断烦恼 这些人也明白多少 但是这个观还没过去 还是有的智照 也是这么想 这些东西都是幻化的 不真实 但是那个智照性还在 这个外凡的佛教徒 那他的智照性完全都在 但是他有一点愿 就是希望能得圣道 有这么一点愿 这应该包括我们这一类 我们多少啊 就是恶会团队 相信佛法 而又肯许 学习 通知到多少 但是执照性还是在的 那既然就是恶会种类 也要无所自消 于草叶目往立等上 是幻化事 这是第二个是辩所知尽 就是我们这些人呢 对于这个 对于这个我们自己造的善业 我们造的恶业 有业力得的果报 在这些幻化事 在这些幻化事情上面呢 就是指这个意思 与草叶目往立等 这上面的幻化事 下面第三个 正名其字 见以文以作如是念 此所见者时有相生 时有马生 相生 车生 步生 莫尼珍珠者等 见以文以 就是这些凡夫 见到自己的行为 自己所得到的果报 或者听人讲解 听人讲这件事 那么就文以作如是念 在心里面这样意念 此所见者时有相生 我们现前眼所见的一切境界 都是真实的 不是如梦中经 不是假的 时有相马生 车生 步生 莫尼珍珠等 这些都是真的 这些一报 正报 都是真实的 不是虚亡的 这是 如其所见 如其所闻 建固的指导 谁其言说 为始的时 欲界欲亡 这下面这是第四课 因之其说 如果 如自己所见的一正二报 如自己听别人所讲的 这些一正二报的一切的事情 建固的指导 都是真实的 也像别人这样讲 都是真实的 所以其言说 为始的时 欲界欲亡 唯独我所见的 我所听闻的 我的思想 所理解的 所言说的 都是真实的 欲界欲亡 其他的呀 有人说这是做梦 都是假的 那是说错 说谎话 不是真实的 这是一知其说 下面第二课 劝必冲观 比喻 下面第五课 比喻后是应该观察 这个人 这样的人 他将来的时候 他应该再观察 你现在的这个思想有错误 你现在不能搅悟 但是将来你应该观察 因为你所执照的事情 是有变化的 为什么会有变化 就是因为不真实 这是第二课 愚者之识 愚者之识 下面第三课 悟者交往的比喻 分五课 第一课是能悟淫 有分三课 第一课 便能悟淫 要有众生 非语非顿 善会种类 有所知晓 那这应该是 自己能辨 能辨悟的人 能辨悟的人 刚才我们说过 就是初开始信佛的佛教徒 他听闻了这样的佛法 有一点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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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说是非语非顿 听闻佛法就是有多少智慧 那么他那个智慧发生的作用 也比较善巧一点 所以非语非顿 非语非顿 也就表示他是善会种类 也有所知晓 这个要有众生是搅悟的人 子人所谓 这个非语非顿 是起悟的禁缘 你能够搅悟的禁缘 搅悟的禁缘 是再来说 就是栽培过善根的人 前生或者是前生或者是今生 你曾经听闻过佛法 有一点信心 曾经思维过 那个智慧有一点力量 这是一个很禁缘很重要的一个条件 这个善会种类是第三个正名物体 正是他有这个智慧 他听遇见了三宝 他那个智慧就能发生作用 是有所知晓 他搅悟的 佛说是有六道 有善恶果报 有六道轮回 这些是何道理 说这一切法都是威信所限的 如梦中静 如水中月 这是有道理 他听完这个佛法 他有所知晓 有所知晓就表示一个信心 你的信心 但是这个时候没得无声发音 这是第一颗明能勿银 下边第二颗明所勿的境界 于草叶木瓦利等上 诸幻化师 这是所搅悟的境界 这所搅悟的境界 在什么地方搅悟 就是在这些我们的行为上搅悟 在我们所感受的果报上 在这场搅悟 这是第二颗 下面第三颗正明搅悟 正明搅悟又分成两颗 第一颗明实境非有 见已闻已做如是念 此所见者无时相身 无时马身 车身不身 摩尼珍珠流离 罗背 碧玉珊瑚 种种柴骨 酷脏等身 这是明实境非有 见已闻已 就是他听闻了佛法 他有多少智慧 用这个智慧来 来见这些境界 来见这些自己的依报 正报 见自己的思想行为 在这上 闻你或听别人讲解 因缘所生法 或说句子空 听闻讲解这个事情 做如是念 他听见已闻已以后 然后内心里面思维 此所见者无时相身 无时马身车身 都是不真实的 他是一缘有我 的确是不真实 我们说一件事 有的人 但这种事也不是每人都能看见的 有的人看见了一件人 从墙过来了 从墙那里出来 然后这个人又从墙走了 这个事情 这个事情 如果你要能这样想 我原来因为这个墙是有阻碍的 不可以从那里出入的 但是现在这个人从那里能出入 那么这样有这件事的时候 你要去思维的时候 这个墙要是像我所想爱的 我所思想的 是有真实的体性的 是有障碍作用的 怎么会有人从那里出入呢 这就是人的果报不一样 人的果报不一样 人的就是业力不一样 业力不一样 所得的果报不一样 我得的果报 我这个墙是有障碍的 但是另一类的众生 他就不是了 他就是另一个情形 那这个就看出来呀 都不真实 不是真实的 所以见以闻以作如是念 此所见者无实相生 没有真实性 没有真实性的 无实马生 车生不生 莫尼 珍珠 流离 罗贝 碧玉 珊瑚 种种 财 骨 库 障等 这些事都不是真实 这个真实是没有的 下面第二课 假镜非物 言有幻状迷惑掩饰 这是假镜非物 就是缓束所变现的那个相貌 迷惑你的眼睛的事还是有的 就像真实的一样 实在是不真实 这个地方的这边就是一大体性 要是遍你直性 遍你直就是没有的了 遍你直的一切法是没有体性的 一它起是有体性 但是不真实 就是有这么点差别 下边第二课 是明获之相 于中发起大象身相 或大象身差别之相 就是在这里 迷惑掩饰 在这里发动 这是大象 或大象身的差别之相 就是大象 这有个耳头 还有鼻子 还有个身体 还有两个猪 还有个尾巴 大象的差别之相 但是这都是虚妄的 乃至发起种种柴骨护杖当相 或比种类差别之相 都是这样子 而这件事你要真实的去思维 在幻术那个地方来观察 就是幻术 假设是用咒 或者是什么东西 变现 如果那东西失效了 你可就变 就不失了 那么我们现前的一正二八的境界 就是靠你的业力的支持 你过去生中 你造的业力 它现在正在发生作用 那么看是这样子 要是你的业力结束了 你可就没有了 就变了 所以都不真实 这是第三个正名教悟 下面第四个因悟起说 不如所见 不如所闻 兼顾之兆 谁起言说 因为现在佛教徒 知道这一切都是假的 如果真实一点也不疑问 一点没有疑问 知道这些都是假的 那一定要得无声发言以后 得无声发言以后 见到第一地 才知道一切有为法是虚妄的 是不真实的 知道一切法是假的 这个人的程度还是很高的 不如所见所闻 兼顾 执着谁起言说 和以前的那个 所见所闻 执着的境界 我已经说糊涂话了 不同了 和以前不同了 唯此第四 欲界虚欲望 我以前的时候执着都是真实的 谁要不同意我的意见 他说的话那都是我望运 唯欲表之如是异故 已于此中随其言说 这时候 搅悟了 他也有慈悲心 唯欲他人 表之他现在的这个智慧 搅悟他人 已于此中随其言说 也发挥发动智慧的语言 搅悟这些迷糊的众生的 这是第四课 下面第五课 全部充观 比喻后是不需观察 这个搅悟了的人 搅悟一切法 搅悟胜异地 搅悟一切法是虚妄不真实的这个人 他以后不用改变他的思想的 他现在知道的就是正确了 所以不需要改变他的观察 好 如是要有众生是愚妇类 是一生类 为得诸生除世兼慧 这下边呢 第二课 举法同欲 就是举出来我们现前的 这个破业苦的境界 这个心意识造业 得国报的这些事情 是同欲和疲喻的事情相同的 所以说这个意思 分两课 第一课 明明者知识 分五课 第一课明能知造的因 如是要有众生 是愚妇类 是一生类 这个如是 就是说前面这个比喻 是合法的 是与真理是相同的 是这样 要有众生是愚妇类 假设有这个众生 众生 应该要现实来说 就是各式各样的因 说因 但是佛没有用这个字 是用众生这个字 就是这个因 是众多的因缘成就的 众多的因缘成就的 就是舍受想行词 这五种法合合起来 成为一个因 所以叫做众生 但是这个众生 有多少种解释 说说受生 前生后生生不觉故 叫做众生 生了以后死了 死了又受生 生生的这样相续下去不决断 不断决定 这叫做众生 但是这个地方也有一个问题 这个有生还是有死 生很多 那当然死也是很多 应该说众死 也可以吧 但这地方有点差别 这个 要是阿罗汉呢 入乌云涅槃了 我们也可以用这个话说是死 但是和凡夫不同 凡夫死了以后还要生 阿罗汉入乌云涅槃以后 就不生了 不生就不能成为众生了 所以不能说众死这句话 我不能这么说 所以叫做众生 是欲夫类 欲就是没有智慧 这个欲词 欲词自引 没有智慧自引 是欲生类 这个欲生类 怎么讲呢 这个 在大批批杀论上说 这个圣音呢 圣音都叫做通圣 只要是圣音 圣音与圣音都是相同的 他们都是见到地义地了 他们对于这个 有违法都是如幻如画 都不至少了 这都是一样的 那么我们没见地义地的凡夫 和他们不一样 所以叫做异生 所以叫做异生 是这样意思 表示这个意思 不过把它颠倒过来说 也可以这么说 那么我们凡夫啊 生来又死 死来又生 那么圣音和我们不一样 我也可以称之为异生 这不是这个意思 这个意思 因为赞叹圣人 他能够一样大的 彼此一切的圣人 皆以无微法而有差别 他们都是见到地义地 这一方面是值得赞叹的 所以叫做同生 所以这个异生类啊 是指这个凡夫啊 不是同于异 不同于圣音 就是一直在这里流转生死 是异生类 为得诸圣除世兼慧 这样这个众生啊 这是一个名字 是异父类也是个名字 是异生类也是个名字 这个类也表示很多 大家都是一样在生死流转 所以叫做类 为得诸圣除世兼慧 这个圣人呢 他们都是成就了啊 除世兼 除是个超越的时候 超越的意思 超越了世兼 世兼 世兼上就是江才说 就是 有很多的烦恼 造作了很多的罪业 然后流转生死 就是活跃口在流转 这叫做世兼 这个圣人超越了世兼 为什么超越世兼 就是他的智慧 他观察这是苦恼 他有艳丽心 他就能努力的修十年处 他成功了 所以他是圣者 名字为圣 这个前面说这个众生 迂父类是一生类 就是没有得 就是没有成就 圣人的出世兼慧 所以都是一直在流转生死 这是第一课 是执着的人 执着这些虚妄的 如幻如画的这些东西 这些事物 是真实的 就是这些人执着 这是第一课 第二课 于尽不了 遇切法 离言法性不能了之 遇切法离言法性不能了之 这个魅德初世兼慧 也就是因为 不能了知离言法性的关系 不能了知离言法性 所以称之为御父 称之为一生类 称之为众生 是这样一生 这个离言法性 我们前面都讲过 有为有善意 有为法不可得 无为法也是有善意 也是不可得 那个地方 不是语言文字能够表达的 所以是离言 是离言法性 不能了知 这个愚妇类 不能知道这件事 要是知道这件事 就是圣言了 所以我们看见这一些境界 我们随着这个境界去去用分别 所以我们这个烦恼就来了 然后做了很多罪业 受盛世国报 要是我们通达这一切 这是如幻如画的 毕竟空气的 我们就不会有烦恼了 不会有烦恼 不会有烦恼 也就不会做错误的事情 就是没有那些业力 也就不流转生死了 所以你要通达离言法性 那是圣言的境界 现在说是 我们现在在这干什么呢 就是学习 什么叫做离言法性 学习这件事 然后静坐修止观呢 来改造自己 就是说这件事 这是什么事 所以与其法离言法性不能了之 我们没有修行没成功的人 他就是举心动念的时候 都是执着 不能与离言法性相应 这个我在这里得多说几句 有的人发现出家 有多少 那家人就是有善根了 江才说过 我不欢喜过再家人的生活 那么我就出家了 我弄买一个地方 我每天拿着念族 念阿弥陀佛 就好了 或者是我就是 照经本的念一念 如是文 伊斯佛的守卫国 其手几股读员 我每一天做的功课 我大事一弊 就这样就好了 当然这个也是不错 也是好 但是你可知道 出了家的时候 你应该做这件事 要学习什么叫离言法性 做这件事 不是只是 你只是拿着念族 念阿弥陀佛 这样这件事还没做得那么合适 我只是念经 这样不行 这件事还没做得那么合适 因为你这样做 你不能通达离言法性 要通达离言法性 你要念经阿经也好 你念法华经也好 你念大博尔经也好 要明白那个意 要学习那个意 然后心里面去修行修直观 这样子你就成功了 可以得无声法言的 是那么回事 于切法离言法性 不能了知 就是前面这个是孕夫类 是一生类这个人 这个人没得诸圣的出世间会 所以他不能知道离言法性 也不知道 也就是不通达第一地 不通达第一地 心里面就是有指着 说执着你 是说得比较恰当一点 说我心里有烦恼 这个是不一定 有的时候有烦恼 有的时候也无烦恼 但是这个执着你实时是有的 实时有执着 你不能够远离这个执着 远离执着是要得无声法言 得出世间会的人 他心里才没有执着 比于一切有为无为 见以闻以作如是念 实说得者决定实有有为无为 这是第三个证明起之 这就是心里面执着 好 就是那个愚夫类 众生类那个众生 比一切有为法 一切无为法 见以闻以 他自己的智慧知识 见到这个境界 或者听同类的人讲说什么 他心里面做如是念 实说得者决定实有有为无为 都是真实的 有些人赞叹我 我也因为是真实的 也不知道那是戴高帽 不知道 有些人回了我一句 立刻就火了 也不知道这是如患 不知道如水中月 不知道是假的 所以实说得者决定实有有为无为 这是第三课 下边第四课 如其所见 如其所闻 兼顾之朝随其言说 为此地时欲解欲望 这是第四课 随之其说 如自己所见的 如自己所听闻的 就是所学习的 兼顾之朝 都是因为是真实的 是这样子 我这样做是对的 随其言说 随自己所见所闻 随自己的分别心 也会发起种种的言论 为此地时月异 对吧 如果有人不同意你的意见 有不同的间谛 后你就会发火了 维持第四课 这是第四课 这是第四课 比喻后世应该观察 这是第五课 劝必从观 这个人现在这么执着 但是他将来的时候 应该再改变一下 应该重新学习再观察一下 有可能会转迷起物的 要有众生 飞于弗类 一见圣地 在下面第二课 便物者交往 分五课 第一课名物银 要有众生 飞于弗类 假设有这么一个人 他是栽培了很多的善根 不是那个 御弗类 一生类那种人 一见圣地 这句话 可是不用意 要飞多大的辛苦 他能够正物第一 一见圣地 一见圣地 这时候 但是由外凡到内凡 这也不容易 由内凡的南丁隐士第一 到了见圣地 得无声发言了 要经过多少年 多少个岁月 也不怕冷 也不怕冰激先 一得诸圣出世间会 一见圣地这句话 就是见到苦极灭道师弟的真如之礼了 这句话是总说的 下面说 一得诸圣出世间会 当然那里无漏的界定会 都是成就了 但是特别的提出了 这个智慧的重要 你成就了超越世间的智慧 那就是圣人的智慧 这是能勿吟 这样说能勿吟是指圣人说的 不是指凡位的因说的 欲切法离言法性如实了之 这是第二个明教悟的境界 就是得初世间会 什么叫做得初世间会 就是通达了离言法性了 这个通达离言法性在哪里通达 就在舍舍显示这个地方 通达离言法性 就在这仰耳鼻子生意 舍舍未处法 就是现前的这些境界上 通达离言法性 要通达这件事 这个我们要消纵观呢 消纵观呢 就是要知道 雅耳鼻子生意 实说显示一切法 是议言说有的 议言说有的 他就是执行空 这样去教悟去 但是学习维时呢 多出一件事来 维时和纵观有点不同 多出一件事 特别地告诉你 执着这一部分是空的 特别执着 特别地说出这件事 就是我们以前说那个疲语 光线不好的地方 我看见那里有条蛇 就是这个疲语 这个疲语你常常思维很有意思 能帮助你通达离言法性的 你不要因为这个很容易 这件事我一想就明白了 其实不是那么简单 光线好了 那就没有蛇 只是一个绳子在盘在那里 没有蛇 那表示什么 我们现在看见什么都是真的 这就是看见蛇了 就是看见蛇的意思 现在你要是按照周法所生 为因所现的道理去思维你 不是真的 是虚妄的 那就是把蛇去掉了 是这个意思 你要常常这样思维 所以有人在骂你一句 你就是看见蛇了 你该这样思维 那是你这样想的 你都真心不来 因为我没有蛇 真心不动的 所以是这个 以见圣地以得诸圣除世兼慧 欲切法离言法性如是了之 这个呀 我将才说这个事 可能我这个说话 可能也有 因为妙境是谢之谢见 我拿念珠念阿弥陀佛很好 你怎么说我不对 但是我在想 我也同意 拿着念珠念阿弥陀佛我也同意 但是你呀 你的牙耳鼻的身衣 手手想要是很健康 很健康 这体力还很正常啊 你有能力 现在得无声发言 但是你不这么做 你拿念珠念阿弥陀佛 得无声发言这件事办不到 我的意思是这个意思 不是反对念阿弥陀佛 不是这个意思 你要肯去学习佛法 肯学习经论 你们不要误会 非要到佛学院来做学习 我不是这个意思 到哪里都可以学习佛法的 你有这个能力 你可以这样努力就行嘛 我们从佛在世的时候 那些得圣道的阿弥陀 从那些阿弥陀的那个传记上看 很多的阿弥陀原来很笨的 并不是很聪明 但是见佛闻法 不是很久 就得阿弥陀 就是好像佛在世的时候 有一个挑大奋的 他是在蛇魏国 在蛇魏国 是挑大奋的 有一个人 照理说 这个工作还是很重要 这个工作很重要 但是佛这一天 那佛就到他旁边去 告诉他 你出家好不好 说我能出家吗 我说你能出家 那么佛这些阿弥陀执 就领他到河里面洗洗澡 把衣服通通都洗清净了 然后到庙里面剃渡了 剃渡了就出家了 出家了 并没有说那么详细 经过多久啊 得阿弥陀 没说那么详细 但是这件事 就是传到很多的佛教徒 哎呀 我要请佛 请这些必修到我家吃饭 这个必修也来了 会延无了我的家 连波士逆王 波士逆王听见这事也不同意 他就这一天 就到佛事来反对这件事 那么到了这个七处机构都员的门口 就看见有个必修坐在大石头上 坐在大石头上 就是 就对这个必修说 说我要来见佛 麻烦你到里面去报告佛 说不是女王来了 那么他这么对这个必修说 这个必修就在那个大石头上 坐着就从石头上进去了 就不见了 不见了 不见了 隔一会儿呢 这个必修又从大石头出来了 说我已经向佛说了 佛同意你 请你可以到里面去拜佛了 那么波士逆王心里是怪 说这个必修 能从石头里面出来 我先问问这个事情 那个事情等一会儿再问 到佛就向佛磕头 就问 说江才呀 我拜托这个必修 来问佛的事情 这个必修是谁呀 怎么他能够从石头里出入 佛说就是你要问那个 你反对他出家的那个人 就是他呀 就是他 这可见 波士逆王听说 这个挑大分的这个人出家 然后他经过多少天 到佛这来提出这个反对的意见 经过多久 应该不是很久吧 但是他就这么长的时间 就是阿罗汉 这个人叫什么 叫尼提 我现在想着 他叫尼提 他在家的时候名字叫尼提 出家还叫尼提 我们现在 我们汉 我们汉生 出家以后出另外七个名字 佛在世的时候不是这样 你原来叫什么名字 还叫什么名字 看这件事 他出家 然后到得阿罗汉 时间不是很长 而且得了阿罗汉还有神童 这件事 那些阿罗汉的故事很多 还有其他的 有很笨的人 但是也得阿罗汉 但是我们现在的 我们汉文佛教的问题 很久以来不提倡这件事 不提倡修制观 所以就是做禅 看话头 其实看话头 能开悟吗 很久都不提倡这件事 但是我们现在去读佛在世的时候 对阿罗汉的故事 和现在我们学习经历论 这些事情 汇合在一起看 这件事 现在的人 还照样可以这样学习的 有为这一要事 只要你肯努力 是一样的 并不是很难的事情 欲切法离言法心 如实了之 不是这句话 你不要误会 到三千里外去见离言法心 不是 就是眼前的这些事情 就在这里见离言法心 就是有人骂你一句 就在那里见离言法心 有人赞叹你一句 也就是在那里见离言法心 你应该这样做 不是说我到禅堂静坐的时候 才见离言法心 不是 所有的日常的行住作物 见闻脚子的境界 都可以见离言法心的 这是明脚物的境界 下边第三颗明脚物的相报 分两颗 第一颗脚实境非有 比于一切有为无为 见以为以作如是念 实所得者决定 无实有为无为 这是告诉我们 较悟离言法心的次第 较悟赐地 是怎么样见你 这个较实境非有 比于一切有为无为 见以为以 这个有为无为 这些有生灭的事情 有生灭变化的事情 都叫做有为 这个无为无生灭变化的 这也是无为 见以为以 别人有人告诉我 有人告诉我 有人告诉我 那就是闻 不是别人谁告诉我 我自己看见 下了很多的雪 太阳一出来 这个雪就没有了 就是有生有灭 那人昨天很远要 在今天很健康 他昨天很远要 今天很健康 今天会 又死掉了 这些有为法的境界 一切有为 和这些无生灭变化的事情 见以为以作如实念 此所得者 决定无实有为 我所见闻的这些事情 没有真实性 都不是真实的 有生有灭不真实 无生无灭也是不真实的 你先这样子 先观察一下法不真实 这是一个次第 这是个次第 这是没有真实 下边的第二颗 明物假净非无 言由分别说起形象 这里分两颗 第一颗是假净非无 言由分别说起形象 尤如幻世迷惑教会 也要分别说起形象 这里有两种不同 有两种不同 一个是 比如说我现在在这里静坐 心里观想 这里有大莲花 你心里这么想 这莲花就现出来了 但是你一睁开眼睛 没有这回事 这莲花是没有的 这是一种分别所起形象 现在我们造一个房子 我心里看见这个房子 我心里面坐着这里 心里想也能想得来 但是你睁开眼睛 这个房子还是有的 所以我们这个身体 身体也是我们分别说起形象 就是我们以前造的业力 现在得了这个国报形象 所以我睁开眼睛还是有 那这个是真的吧 这个不是真的 但是这个地方有的差别 就是有了毅力 这是一塌起了 江泽说我心里想一个形象 我一声睁开眼睛说没有了 那是便宜值 便宜值 便宜值 那个是那样的形象 但是一塌起可不是 一塌起这个 犹如幻视迷糊 狡猾 他有这么一回见这件事 他以前那个业力 造成的这件事 那业力在的时候 那这件事它就是存在 你不可以破坏的 你不能破坏 它是要的 它有的 这是这样 那现在我那天说过 你自己取一个空相 你自己取一个空相 你观想你就在那空相那里 你在空相那里 是无眼耳鼻是深意的 无舌头显示的 你这空相取了以后 然后你观察 一些法是因缘有的 因缘有的是自信空的 有如虚空 这先破编辑枝 先破这个编辑枝 但这个事情 你大概是 我看呢 一百天可能不够 常常做如实观的 观察这个蛇是没有的 不断的重复这样观察 当然加上蛇摩托的子 再观察 等到达到一个程度的时候 达到什么程度 能调伏烦恼了 有人骂我 我心里不动 有人赞叹我 我心里也不动 这些贪辞的经济没有了 被调伏了 我应该不是断烦恼 只是能调伏 烦恼不动 还是烦恼种子还在 达到这么程度就不出来 很不容易 达到这个程度以后 你再还是 还是入这个空观里面 再观察 有眼耳鼻舌声音 有舌声响微说 但是都是不真实 如幻如画的 如梦中静 如水中月 那也就是这样观察 那这就是观察一他几 这叫假观 江才说那是空观 言有分别说起形象 这个形象江才说有两种不同 但这个东西主要说一他起 犹如幻世迷惑教会 就像幻树所变出的那些东西 迷惑你的分别心 你以为好像是真的 迷惑你 现在我们自己的业力 创造的一切法 也迷惑你的教会 这事实真是有嘛 不是空 但是你现在应该知道 是假的 不真实 与中发起 唯无为想 这是第二个 假境自性差别 中发起 就在虚妄的境界上 如幻有的境界上发动 唯无为想 这是有生有灭的 是假的 这是假名为有为法 无生无灭的 也是我心里分别 我心里分别 这是无生无灭的 那也是假的 那么那假名为无为想 或唯无为想的差别之想 有唯有各式各样的差别 无为也是各式各样的差别 这个是在舍生相应师不可得 不可得 无舍生相应师 那就是 也可以说是无为 无言而别的声音 无舍生相未出发 这也有很多的差别之想 这是第一段 言有分别说起形象 由如幻世迷惑 这是第一颗 假净非无 现在第二颗 于中发起无无为想 或无无为差别之想 这是第二颗 假净自性的差别 不如所见 不如所闻 见故之遭 随起言说 唯此地是欲结之亡 唯欲表之 如是异故 已于此中随起言说 这是第四颗 明起说 前面是假悟了这个境界 这底下文音说法了 明起说 这个时候 你经过温师兄的学习 你达到这个程度的时候 这个时候应该是得圣道以后 就不如 不会像以前 在凡夫的时候 所见所闻 不如凡夫所见 不如凡夫所闻 见故之遭随起言说 唯此地是欲结亡 不会像凡夫那么直遭了 而现在 唯欲表之如是异故 已于此中随起言说 宣扬佛法 这下面第五颗全部充观 比喻后世不需充观 不需观察 这个音已经得圣道了 它是不退转于阿多罗三百三不敌了 它那个智慧是不会再失掉了 所以不需要改变 我重新地观察观察 不需要那样了 如是善男子 彼诸圣者于此世中 以圣志圣见黎明言故 献证等有 这下面是第三颗 皆通外难 就把这一段文结束 通外难 就是把这个难 把这个阻碍 把它通了它 没有阻碍了 别人来难问这件事 现在重新结束一下 解出这个难文 如是善男子 这位佛教徒 得无声发言的这个人 彼诸圣者于此世中 就是那些称 如是 就是前面这一段文是 就是如是 善男子是招呼那个听法的人 下面是 彼诸圣者于此世中 那些已经得无声发言的圣人 在这个转迷起悟的世中 以圣志和圣见 这个电话应该这么解释 这个圣志就是决断无异的意思 这个见是无分别的意思 他的大智慧无分别柱 是黎明言故 因为黎分别柱 就是没有明言 要有明言就是有分别了 黎明言故 现正等教 他现在 就是正等教 能正教能等教 第一地了 正教等教离言法性了 既如是离言法性 唯于令他现等教固 前面是他自己成功了 这下边的是大悲心 要搅悟他人 甲利明相为之有位 为之无位 你去搅悟别人 教别人啊 文师修得欧生法言 你还要有明相加厉 这是有位 这是无位 这样子 你从这里才能开始 文师修 你才能得圣道 才能见离言法性的 下面是一颂料说 前面是长寒广师 现在用这个颂 来简单地重说一遍 分两课 第一课 总标颂义 儿师解圣身义 密义菩萨摩萨 欲充玄子义 耳说极言 把前面长寒 说这个有为无为 有为无为不可得 无二的法 离言法性 再重说一遍 我们简单地解释吧 不要说那么多了 下边第二课 一颂正说 分两课 第一课 探离圣身 佛说离言无二意 圣身非欲之所行 这位菩萨 他说离言无二意 这是佛说的 佛说离言无二 有为也不可得 无为也不可得 甚深非欲之所行 这个道理是很甚微的 这是圣人的 无分别字的境界 不是欲父 无智慧人所能够交悟的 这个心 就是我们的心 我们了知性的心 在境界上活动 叫心 在境界上活动 凡夫的心在境界上活动 圣人的心也在境界上活动 现在不是凡夫的心所行的境界 这个离言无二意 是圣人的无分别之境界 凡夫不能在这里活动 这是第一课 这是第一课 叹你甚深 下面第二课 显知过时 表示执着的过时 愚夫于此此所获 要召二意 言习论 这是显知到的过时 是 愚夫于此此所获 愚夫啊 没有智慧的人 愚此无二意 为他的糊涂所迷惑了 要召二意 言习论 他欢喜执着啊 在有为上 在无为上 这是一个言句 有为无为 这是一句话嘛 这是两句话嘛 在这里 在这上面 说出了各式各样的戏论 这样是不能见无为 见离言法性的 要召二意 言习论 二意 就是有为无为 言习论 有为无为 这是语言文字 在语言文字上 什么叫无 有为 什么叫无为 说了老半天呢 不能见离言法性 都变成为 变成习论了 这是第一课 能生习论的过时 就是停留在语言上 而不能够见离言的法性 下面第二课 第二课是流转生死事 比或不定或协定 流转机场生死苦 这个比或不定或协定 这个不定就是不决定 协定就是它决定是协了 而不是正 有正定 有三种 有正定 协定 不定 不定是不决定 也可能是正定 也可能是协定 不决定 这个什么叫做协定 决定是苦恼了 决定是到地狱去了 那么这个就是它造了无间夜了 造了很多的严重的罪过 那它很难卸透 一定是到阿比地狱去了 那就叫做协定 我们现在说什么叫做正定 正定就是对佛法的信进念定会有成就了 你对佛法的信心 或者信戒文社会也可以 或者信进念定会的功德成就了 那你决定得圣道 决定是得无声发言了 那叫正定 你决定得无声发言了 正定 这是正定 这个不定距离 不定 不定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人呢 他现在不决定 他要遇见因缘了 遇见佛法的因缘 他可能信佛 他可能会得无声发言 他要不遇见因缘 这件事不成 就是不能成就的 他本身不决定 所以叫做不定 比或不定或协定 流转积昌生死 他在三界里面 他一直的流转生死 这个生死时间很久 他不能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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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不能协定 我再多说几句话 我们遇见佛法 佛法是得协定的因缘 但是我不肯努力 遇见了协定的因缘 我偏要告假 那这个事就靠不住 就靠不住 但是这个事情呢 如果你努力的去学习 多思维 你有依当网问 那么你慢慢就可能容易进步 如果有困难 我不行 那我告假了 那这事就没希望 不过要肯念阿弥陀佛 还有希望 能到阿弥陀佛果去 到阿弥陀佛果 莲花化生的身体 比我们的臭皮当好一点 加上佛菩萨的三角方便的教化 还是能有希望得无声发现 所以念阿弥陀佛也好 也是好的 这是一样 福伟如是政治论 当生牛羊等类众 那这个事啊 这是又一种 前面是能生戏论史 流转生史的过世 现在是第三个当生歌曲 就可能到三个道去了 福伟如是政治论 说这个人呢 他不肯学习啊 这个政治论 他违背这个政治论 就是这个政治 就是佛菩萨所成就的无所得的智慧 就是政治 发扬无所得的这种言论 也是政论 而这个人呢 唯 唯如是政治论 气舌了 我不学习 不高兴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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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个智慧的境界嘛 你气舌了这个就是愚痴嘛 当生牛羊等那种 将来呀 就会生到牛的那一类 生到羊的那一类去了 生到出生世界去了 会有这个过世 生到恶去世 这个大致的论里面说到啊 这个正定不定协定 他有个说法哈 他说你 要是我们佛教徒啊 肯努力学习佛法 能破坏我们内心的颠倒 我们心里面颠倒 颠倒迷惑 什么叫颠倒迷惑 什么都知道是真的 知道真是 知道 那就是颠倒 但是你能破这个颠倒 那就是正定 要是不能破 那就是协定 要是我们肯努力 我们现在虽然没能破颠倒 但是我们肯努力 那就能破 那就是 要努力就能破 不努力就不能破 那就是不定了 而是法用菩萨摩沙白佛言世尊 从此东方过七十二情界沙等世界 由世界明具大名称 世中如来好广大名称 尔谣 尔谣 在日从彼佛图发来致死 这是前面是第一课 说这个五二相 说这个五二相 现在这里是第二课 明解释超过寻死所形象 超过寻死所形象 这一课分两课 第一课是长寒广实 分六课 第一课 第一课是菩萨问 第一课是三课 第一课标优所情 而是法用菩萨摩沙白佛言世尊 这个法用菩萨 我们要读《读摩沙波尔波勒密经》 应该会熟悉这位菩萨 那个就是大品波尔经 后边那个有个长提菩萨 法用菩萨就是长提菩萨的师父 他是从大品波尔经说的那个地点 就是现在的泥巴尔那一带地方 应该是现在中东一带的地方 就是那一带地方说的 可是那个一带地方 古代的时候佛法还是很兴盛的 所以他们还有个大的佛像 那个地方有大的佛像 其实没有佛教徒了 但是有个大的佛像在那里 就是那一位菩萨 经上说他是八地菩萨以上 八地上的大菩萨 这个佛像这个泉会涌出了水 这个水很盛的向外涌 就是流注不绝的意思 表示这位菩萨的大慈悲心 为众生说法 就是那么样的兴盛 就是那么样的兴盛 这是先说菩萨问 而是法用菩萨摩萨摩萨白佛言世尊 他说 我再讲一段 但是我们读解神秘密经的前一品 前面这个序品 那是清净福世界的境界 不是我们凡福世界 所以这个词应该只能净土 也可以说词 从这个世界向东方去 要过七十二亲戚杀等世界 这个亲戒就是 就是恒河 亲戒杀 亲戒河里面的杀 这个亲戒河是个河 就是恒河 就是恒河 可能他们隐身相近 是这么意思 或是亲戒沙等 这个恒河里面的沙是特别多 佛说法多数说到这里 因为佛说法的地方离这里近 离这里近 很多人看见这个河 所以佛就是用这个河的沙 来用它做数量的计算 恒河的沙 一沙算一世界的话 那么多的世界 要过七十二亲戒沙等世界 是非常原谅 有世界名字叫做巨大名称 叫这个名字 世中如来 名号就是广大名称佛 这是这一段文显其往处 就是这位菩萨到那个世界去了 下面第二课显其来处 俄语先日 从彼佛土发来之时 前一天 这一天 前面一天就先日 从那个大 广大名称佛土 发来到这个 到索布世界来 用我们凡夫世界的名字来说 到索布世界来 这是第一课 这是陈述往来的地方 下面第二课 第二课是见机聚集 俄语比佛土成见一处 有七万七千那么多的外道 这个数目也很大了 并弃私手 同意慧作 这么多的外道 其中有个大老师 也在那里 同意慧作 这是第二课 见机聚集 第三课 争论不绝 为师诸法 圣意地相 比共师语 称量观察 便寻求是 那么多的外道 和他们的师手 同意慧作 干什么呢 就是 为师为 诸法的圣意地相 这个真理究竟是什么 究竟什么是真理 诸法圣意地相 比共师语 称量观察 便寻求是 他们共同的这识意 诗意 诗意 最初的时候 就立出了宗旨 诗意 要立出宗旨 你诗意什么 要有个题目嘛 立出个题目 叫立宗 称量 然后这个题目 然后思维它的理由 叫做称量 观察呢 就是举出来种种的评语 来观察这个真理 便寻求是 经过诗意观察 诗意称量观察 这三个过程啊 来普遍的寻求真理 寻求这个圣意地相的时候 一切法圣意地相 对于一切法圣意地相 费了很大的辛苦啊 费了很多的群舌 结果还没有 还没能知道什么叫做正义地 经不能得 这是第三个 争论不绝 下面第四个 显不绝的相貌 唯出种种意解 别意意意解 便意意解 互相违背 共行争论 口出毛串 更相串刺 既脑坏以格格离善 这下面说这个 争议不绝的相貌 他们的目的是为了 学习什么叫做第一地 什么叫做圣意地 目的是这样 结果呢 不知道 没能埋怨呢 不知道 那么在这里干什么呢 只是做了种种意解而已 除了这个另外没有什么 没有所得 没有成就 这个意思 唯出种种意解 就是 他们在这里 就是做了种种意解 出这个事 另外没有事情成就 所以叫唯出 种种意解 就是各式各样的 在内心里面 做这样的解释 做那样的解释 就是这样子 这是意义 或者说是 他们在互相讨论的时候 各式各样的事情 这个是第一地 假设局里 说这个 我们这一念的受 受想形式的受 这是圣意地 这是第一地想 或者有人讲 说不是 是想是第一地 或者是行是第一地 这是各式各样的 种种的意解 因为这个是第一地 就这么直接 种种意解 别意地 这有人主张的 所说显示都不是第一地 言而彼此生意也不是 所能向外出发都不是 厉害的这个 另外有一个第一地 这个第一地 和你们说的都不同 所以叫做别意地 这是这么讲 是便意地 便意地 便意地 别说是这个 圣意地 是 是 是常住的 不便意地 但是他主张 不是 是便意地 是第一地 这就是这样子 便意地 那么这个是 这个 种种意解 别意意解 便意意解 这是这么一种解释 还有一种解释 种种意解 是总说的 别意意解 便意解 是别说的 一个种 种别之意 或者是这么解释 或者说是种种意解 就是各式各样的执着 不一样 叫种种意解 这个别意意解 就是他们 这么多的外道在哪里 每一个人的思想都是不同 所以叫做便意意解 便意意解 是什么意思 现在主张 蛇是第一地 圣意地 过一会儿又不蛇不是 是兽是 过来一会儿 兽又不是 祥是 就是辗转便意 这样子 有各式各样的执着 这是一种 互相违征 共心争论 前面这个种种意解 别意解 便意解 是指内心里面 的意思 这互相违背 共心争论 口出毛串 毛串更像串字 这个是在发出言论来 我不同意你 我反对你的意解 你又反对我 大家就是争论 口出毛串更相串字 串字 就是口出讹言 互相攻击的意思 但是用他 用这个言语言作战的时候 拿出武器 用武器来形容他们说话的相貌 口出毛串 口出毛串 他嘴里面 发出了一个毛串 一个武器 能撒人的武器 就是说言 说出那种恶言的厉害 这个意思 更像串字 我伤害你 你伤害我 就是这个意思 戒脑坏隔隔隔隔离山 既然彼此间伤害完了 大家走了 这个境界 这是属深夜的一样 乖为 这样就是 用三夜来分这段文 是尊 额语而失 切作试念 这是前面第一课 标游所请 第二课 臣所请示 现在第三课 臣吉所念 是尊 额语而失 切作试念 这个法英菩萨 他自己说他的感想 我在那个时候 我自己心里面 切切的这样意念 这样思维 如来除世 甚至有大智慧的人 佛陀出现世间 非常的稀有 由除世故 乃于如是 由于佛陀出现世间了 乃于如是 才能对于这件事 就是超过一切寻始所行 生意地下 对于这个如是的 圣意地下 圣意地下 是超过一切寻始所行的 对于这个不可思议的 这个地义地 为我们善巧方便的迅速 所以使令我们 以有通达做政客的 我们就会明白这件事 我们不会徒劳的 你用功的学习 从文师修就可以得无声法言 就证悟了第一地 作政可得 说是予以 这位法庸菩萨说完了这句话以后 而是世尊告法庸菩萨摩萨约 这是 这是第三 前面是第三课 陈吉所念 下面是第二课 世尊略达 前面是菩萨请问 这下面就是世尊略达 分三课 第一课说之优序 而是世尊告法庸菩萨摩萨约 这是游序 下面第二课 战情顺利 善男子 就是招呼这个法用 不是说 如是如是 如如所说 就是你将来说的 是非常的合道理 这个文句也是好 里面的道理也好 文和义都是合道理 所以如是如是 或者说你这样讲法 也随顺了自己的得圣道的因缘 也是随顺了 也发起了利益众生的因缘 所以如是如是 如如所说 这是战情顺利 下面第三课 作问廖达 或者这句话应该说是廖达所问 这么说 俄语超过一切寻思圣意地向 现正等教 现等教以为他宣说 显现开节 事实照料 这个佛陀自称为我 于超过一些寻思圣意地向 这圣意地向是超过一些寻思的 不能够利用明言去种种分别的 对于这样的第一的道理 现正等教 现前呢 也正教了 也等教了 现正等教以为他宣说 在前面 现正等教是佛智力 成功了 圆满了 现等教以为他宣说 佛的大慈悲 为众生宣说这个圣意地向 显现开节 事实照料 佛的大慈悲心里面显现出来 就是大智慧的余言 用这个余言来开节圣意地向 施射照料 就是施射出来一个余言的明灯 来照料圣意地向 施射余言 像光明的灯似的 照料你内心的无明黑暗 是令你心里面有的智慧 也能教悟这个圣意地向的 这一段文是第二个 《世尊六大》 我将才说那句话 我现在修正一下 我说 只要你肯努力 你现在可以得无声发言 这句话我修正一下 我的思想没有变 只要你努力 是有希望得无声发言的 但是能努力的人很少 我加上这一句就好了 因为我感觉到现在的人 想要学习很少 欢喜学习经论的人不多 多数愿意 愿意出家的人是有 但是不愿意学习 那出家不学习干什么呢 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就这样子 这也好 大阿弥陀佛 也这样可以得无声发言 是好 另外一种原因 我将才再多说几句 这都是烦恼话了 当然这样说是有故事 君论都是戏论 我们坐这里就是念佛是谁 这是最 这是离言首相的第一地 这样子 主张这样办法 主张这样我因为这是没希望的 我这话你根据什么说这个话 我根据虚音老和尚的开始录 他说很少应开悟 这句话就是证明 其实这句话明白得说就是没有应开悟 可以这么解释 另外一个意思 我们学习金刚经也好 我们学习解释秘经也好 学习大品布尔经也好 他这上告诉你怎么样得无声发言 我们学习欲切实的论 学习大致的论 他明明白白地告诉你怎么样怎么样得无声发言 我不要 我自己闭上眼睛 念佛是谁 这件事合道理吧 你不是太笨了吗 他已经告诉你了吗 你为什么要自己在那想呢 这件事合道理不合道理 但是有什么问题 因为古代的祖师这么说的 我现在不敢访问这件事 我不敢 我要是否认 哎呀 自己不敢 我害怕 我不敢说这句话 不敢 有人告诉你啊 你想要到那个大阿弥陀佛 就是这样就大阿弥陀佛 我不要你说的我都是戏论 我自己在这想怎么去怎么去 这是对不对 是否慈悲 请问一下一个问题 在科判十九之五 十九之五的倒数一二三四五 是否判十九之五 那边有没有科判 不过你说啦 你说什么吧 就说 然有分别所起形象 犹如幻世迷惑觉慧 于中发起 唯无为想或唯无为差别想 这个经论上面呢 对于那个相名分别政治 好像有不同的说法 有的是说相名分别政治呢 通通都是一他起 有的时候呢 他们也有不同的分 那就说 像刚刚师傅讲说 然有分别的话呢 师傅说这个分别呢 有两种 一种是说 我们现在想莲花 莲花就献出来 那这个是属于便吉值 假如说现在造了房子 我们看到房子的话呢 那这个房子呢 是一他起 刚刚师傅是这样说吧 是的 那现在这样子的话呢 就是说 他这一段呢 应该是在讲说 甲敬非无 甲敬非无的话 就表示说 有一他起 是 那这样的话呢 就说然有分别 这个分别呢 也是一他起 所起的形象呢 形象也是一他起 那然后呢 就是说 于中发起唯无为想 或者是唯无为差别 那这里头有明 那就说 像明分别 这些呢 都是一他起 那假如是说 假如是说 这是一种说法了 师傅到现在为止 师傅觉得这样的可以吗 这个事儿那样好 于中发起唯无为想 或唯无为差别 就是这样 由这里面有明的话 那不一定是一他起 是 有明的时候 也应该说它是便吉之 这就是在告诉我们 这个便吉之是这样有的 对 便吉之是一他起的 是由 就是 谁是一他起 就是心是一他起 由心安利种种明 而 直到这个明是真实 就是便吉之了 是这么意思 所以 现在这告诉我们 便吉之是空的 这个意思是这样 所以假如是 按照师傅这样讲的话呢 就是说 然有分别 所起形象 这个地方就是一他起 是的 迷惑觉慧的话呢 迷惑觉慧的话呢 这个地方呢 就应该是便吉之 便吉之 那然后呢 于中发起唯无为想 那这样的话 就说下面呢 也都是 便吉之 有分别出来的便吉之 对 那就说 经论上面呢 它也有把相名 分别政治 都算是一他起 那这又怎么解释 这个就是 你不执着了 它就是一他起 好 你要执着 你一他起 就是便吉之 因为我原来 我原来是想说 这个地方 假如是讲 假净非无的话呢 那它在讲说 是有一他起 把这边通通说 它是一他起 也很好 也可以 所以是这样讲 意思就是 其实这句话 通于所有的文 你知道 所有的文 你要知道 一他起就是便吉之 一他起就是便吉之 这句话 还是用那个比喻来说 就是那一条绳子 我们看的是蛇 我们不知道是绳子 那么就是便吉之 但是你的智慧 智慧增长了 光线好了 就看不见蛇了 只是看见死 看见绳子 那么就是一他起的 是这么意思 是这么意思 其实一他起 其实还是一他起 不会是便吉之 但是我们直到的时候 我们看不见一他起 我们只看见便吉之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